很多人会自己去学命令 很多人也会去找老师 那不管你从什么管道里面学 往往会有很多理路上的解释 事实上是有分歧的 那这也是会形成各种各种不同的流派 这中间到底要怎么去分辨 对还是不对 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子用 我们会一直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说 命理学它那些原理是什么 本身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从这个角度 你才有办法去应变各个各个时代的变化 那很可惜是华人又很习惯 看到书你就以为那是真理 就会造成很多人内心的恐惧 我们最常被人家问到命宫空宫 是不是这个人生很糟糕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最常举了一个例子就是 斗树里面有一个明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的格局 叫做明珠出海各 它就是命宫空宫 对工作天同俱门 在书上被形容这么好的一个格局 它命宫是空宫 那怎么会空宫是不好的呢 实际上空宫它并不是就等于没有行咬 而也不是说它没有行咬就等于你需要害怕 第一点 所有的宫位都必须要跟对工作联动 更何况它还有三方四正 基本上每一个宫位你都要看对宫 那如果每一个宫位你都要看对宫 那你这个宫位即便没有主星 它还是受对宫影响 就是空宫其实要借对宫 可是借对宫到底应该怎么去分辨该怎么借 基本上空宫我们就是借对宫的主星过来 最后原因就是 因为每一个宫位你都要看对宫 那既然每一个宫位你都要看对宫 我势必就要受到对宫的影响 我们常举的例子 他囊叫做欲望 那他的欲望要怎么呈现 要看他对宫是什么 如果他是舞曲很务实的呈现 即便他有很多欲望 可是他也要精打细算 如果是紫威 那他就是要呈现在 我希望大家要能够羡慕我 大家又觉得我很棒 因为紫威是需要虚荣的 如果是连真 表示说我这个欲望 希望呈现在让我的世界更丰富 所以每一个欲望呈现出来的状况会不同 要看的是对宫 那这个是在没有空宫的情况 可是如果是空宫呢 我既然这个宫位没有了主心 我都受对宫的影响 那是不是就表示说呢 我会大幅度的呈现出来的状况 都是对宫心要的状况 这就是空宫要借对宫心要 基本的由来 两个宫位要彼此影响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譬如说你结婚了 那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呢 你有很多欲望 但是呢 你老公很务实 你的欲望是不是就会受到 这个务实的限制 可是如果今天你并没有男主外女主内 而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决定 那是不是就会表示表里如一 你要怎样 你就怎样 这就是空宫借对宫基本的原理 坊间目前呢 对于空宫的解释呢 不外乎有三种 第一 空宫把对宫所有的星药都搬过去 不是只有借主心 而是借宫内所有的星药 但这件事情相当的不合理 斗树基本的组成结构 其实只有主心 后面所有辅助的星药 都是旁边的辅助的 他能够借的 其实只会有主心 第二个呢 空宫就是空宫 他不借星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是最不合理的一条 因为呢 每一个宫位如果都受对宫影响 这个宫位没有主心影响 那对宫的主心 就会明确的产生力量 第二种呢 完全违反基本斗树逻辑的 第三种呢 也是目前啊 比较普遍大家的论点 也就是说呢 空宫 他就是借主心过去 但是这中间有点小小的差异 就是啊 借主心过去之后呢 大家觉得说 借过去的星药 因为是借的嘛 所以好像力量低一点 但是呢 我们在课堂上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因为借过去的主心 他力量会差一点 而是因为 他有的时候可以借 有的时候不能借 长时间下来 你就会发现说 我有的时候可以借 我有时候不能借 那当然你就会觉得 好像他的力量不明确 你就会觉得 他好像力量是比较弱的 但事实上 他并不是如此 那中间我怎么样这样区分 因为譬如说 我这个大县 本来我的财富县 做五摊 然后对宫呢 空宫 那我应该把五摊借过去 我这边划路 来这边有划路 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可能会造成双路交吃 原格上来讲 会表示说这个大县呢 我应该要运势非常的好 但是我又觉得某一些时间点好像没有这么的好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时间点上面呢 你的主心借不过去 所以你无法形成双路交吃 你当时就觉得好像这个借过去的这个力量好像没有很强 那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可以借 他有的时候不能借 那简单的解释就是他力量变弱 可是你如果知道他有的时候可以借 有时候不能借 到底何时可以 何时不行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可以的时候努力赚钱 不行的时候相对保守 这个就可以把命盘调整的比那个只知道他力量减弱的人好很多 因为你会知道在什么这样的时机对你来讲会是更好的 最后的答案就是啊 这东西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行呢 当宫内有这六颗星的时候 他就不能借 哪六颗呢 文昌 文曲 青阳 托罗 火星 跟灵星 你就没有办法透过空弓把星要搬过去之后 造成这个所谓说 那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你本来是空弓 但是啊 有上我们课 或是有看我们的节目 或是有买我的书的 就会知道说 我们会有运线的羊跟运线的拖 当我运线的羊跟运线的拖 走进去对弓的时候呢 那当然我就不能借 我就会形成刚刚所说的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 最后一直以来大家会有疑惑的是啊 那为什么有这六颗星 我们就不能借呢 其实是因为啊 文昌跟文曲 以及四煞星 它在斗数盘上面代表的是 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六种比较难 透过自己啊 完全的意志力去控制的心情跟一个情绪 文曲代表我们感性的成分 文昌代表我们理性的成分 四煞星则各自代表了 我们四种没有办法控制的情绪跟冲动 比如说火星代表你的热情 情阳代表你的坚持跟固知 陀螺代表了你的纠缠跟你的不甘心不放手 灵星代表冷静盘算不愿意放弃 这六种呢都会是很难去排除掉的一种心理状态 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出现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当然对弓的主心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影响你了 或是影响力道就很难 很多朋友就想说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到底该要怎么解释这个公位呢 回到影片最早所跟大家讲的每一个公位都要看对弓 所以呢如果命宫是空宫 然后有一颗文昌星 对弓是五滩 对弓叫牵一弓 牵一弓叫做你在外的人际关系以及你内心的想法 所以呢你在外的人际关系务实而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无许是务实坦坦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你内心的想法也是希望你在外面的人际关系很不错 但是你会务实的考量要交什么样子的朋友 回过到你的命盘上面来看 我做的空宫 那我就会借回来我的个性也是呈现出来这个样子 表里如一 可是如果我是文昌星呢 个性上面呢主轴会用文昌星直接来解释 你可以简单的想法就是把文昌 文曲 试煞 直接当成主性来看待 这个人他的生命是需要很有规则跟条理的 很理性的 因此他在面对他的牵一弓有无曲跟贪狼的时候呢 虽然希望他可以有更多的真心关系 可是一切要符合他内心那一条清清楚楚的规则 那这个就是不能戒的时候呢 你一样可以把这六颗 苍取火灵羊驼当成类似祖星那样子来看待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无可撼动的这种情绪 会占据他整个人生生命价值里面 也去影响了他的那个对公 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借新药过来 这一段有点小小复杂 所以呢很多仿间的书呢 会把空宫很简化他 很多无法解释的老师他就告诉你说 你命宫空宫 你就是思想不稳定 你就是很混乱 你就是乱七八糟你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你很倒霉他就很好这样吓唬你 从此以后不要再担心自己的空宫了 他的空宫就是借对公过去 如果你有多看我们的影片 你知道会有运现的羊羹驼 那在羊羹驼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放在对公里面 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借 谢谢大家